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都是趴在车上的 毕竟是要用身体进行控制 转弯的时候只需要用身体向着一侧轻转 摩托车就会带动着一起转向 内部的自平衡系统还会保证摩托车转向完又能恢复原样 不至于轻转过猛而发生翻车的惨剧 而该车的最大亮点就是加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除了可以听懂骑手的语音命令并且进行执行以外 还能随着实践的推移 熟悉骑手的骑程风格 习惯以及技术 去主动的适应骑手 想想人可以和车继续交流还是蛮有意思的 要是生气的时候对他大吼叫他滚开 他是不是真的就会滚得远远的了 视频元素来自BMW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剧作 感受最美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